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OEM等相关收入都高于预期 唯一美中不足低于预期的是汽车领域收益 整体实际公布值是3.46亿 比预测值的3.48亿低了大概也不过几千万而已 说实在的 现在对于整体挥一达在二季度的财报猜测 就算汽车领域稍微低于预期 对于总营收300亿 老实说也是九牛一毛 有必要形成股价上的显著拖累吗 事实上从第三季的财测来看 目前也是远远高峰市场预期的 不过从帧率我们都很清楚 辉达由于在过去一年的高增长以后 基本已经遇到了瓶颈期 我们举例来说 股价的推升其实是有限的 辉达现在的市值是高达了3兆美元 那你要想想看 如果它每年都跟去年一样 涨个两倍三倍 明年它的市值就是6兆 后年就是12兆 大后年就是24兆 现在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 微软也不过3.4兆左右的市值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针对辉达市值膨胀的体量 它都已经来到3兆大关 本来能够吸纳的资金为纳量 就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期待 无条件的让它股价不断上涨 原因就在于 辉达的市值 它拥有一定的比例权重 所以导致 如果让它股价创高 它必须让整体的市场货币充满着流动性 换句话说 傻的钱没有变多 甚至过去一段时间都还在缩表 都还在升息 不太可能造就辉达无止境的创高 所以现在我们顶多说 辉达已经没有那种本梦比 更进一步的无条件推升 但代不代表辉达本身的 财测和财报表现差 其实并没有的 事实上我们从本轮 2022年10月份以来的上行格局 我们从图表中具体观察会发现 它始终在一个上行格局的 两条上升趋势线当中 持续的徘徊震荡 即便我们看到8月份那一波的下修 都没有跌破上升的轨道线 换句话说 现在也不过就是均值做一些调整 等待着接下来的景气复苏 EPS的冲高 事实上从过往来看 回答本益比大概一直在70倍左右 但是由于它的获利接近是翻倍式的增长 只要保持当前的获利水准 明年这个时候本益比就掉到30倍了 所以才能够不断的本益比的推升 而现在它的建立率从57%下降到55% 看起来好像拐点出现 但相对于过去几轮的过程循环 现在它的实质建立率率 仍然远远高于过去好几年的水准表现 事实上你可以具体观察 在本轮的反弹上涨当中 事实上道琼指数已经标普整群指数 都已经陆续创下了历史新高价 以七大科技股来看 目前灰达涨幅大概是140% Meta涨幅是40% 其他我们看到像是Amazon Alphabet Microsoft 或者像是Tesla等等 表现基本上已经贴近于大盘 甚至像Tesla远远落后于大盘 因此我们针对灰达的财报和猜测 我认为应该肯尾分为三个面向来做观察 首先灰达的财报和猜测 始终都是五大科技巨头当中最晚公布的 换句话说 它的借近指标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早从前面几个月 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后世的AI发展 事实上要了解AI的发展 长期格局是否有产生显著改变 我们第一个应该观察的 其实是台积电的月营收 很快的台积电就要公布八月份的营收了 当时在七月份营收是显著创高的 我们从台积电的月营收就可以提前去 估接下来一个季度第三季的EPS表现了 这是台股的好处 美国股市就必须要看季报 等到台积电月营收看完之后 看一下美国股市三大四大科技巨头 它的资本支出有没有停止 毕竟这些科技巨头目前是回答最大的客户 最后才是回答的财报和猜测 它通常都是每一季度当中的季度末 才公布前一个季度的财报猜测 那我们从台积电七月份营收来做一些观察 你会发现这一波的单元年增幅是高达44.7% 创下历史新高价 八月份的带货潮会更明显 原因在于七月份其实台湾是受到一些台风的影响 所以造成部分产品的地沿交货 八月份应该会进一步的做显著拉抬 那第二个就是观察 就是在本季度初 我们看到几大科技巨头 尤其是回答的四大客户 亚马逊 微软 Google Meta 基本上资本支出没有任何一家都显著下调 这些公司的资本支出 最后都会形成回答的订单 而回答的订单全部由台积电代工 所以我们才说 本轮虽然有反弹 但是它是更为均衡式的反弹 我们如果是以美国七大科技巨头的股价指数 现在大概反弹了二分之一以后 开始在中间时尝试着震荡阻底 而我们看到的上方图表 标普等全指数 早就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价 所以现在我们在等什么呢 我们其实在面对科技股的同时 是以时间换取空间 目前科技股的本益比估值 在股价进入了盘整区间 这个时候就要靠EPS的上行 把本益比持续往下拉 现在那斯达克100指数的本益比 大概接待25.7倍 虽说高 但也不算像是2021年这么高 但是要说低也没有比均值来的低 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盘得越久 随着第三季财报开出 最后它的本益比就可以因此的下滑 事实上我们才讲说 本益比始终是一个不对称的比值指标 什么说呢 就是股价每天都可以变动 可是EPS每个季度才公布一次 它就会导致我们往往会看到 本益比优先喷出之后 后续的EPS由于太落后公布 往往都是先喷出后调整 先喷出后调整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走完本人的库存循环 那事实上我们观察 你像是XLP 也就是必须消费类品的ETF 早就在8月份不断的崇高 而追踪消费性电子产品的XLY 则是持续在主体当中 这给投资品有多的一些借金 简单来讲我们几乎没有看到 任何基本面拐点的出现 连暗示的迹象都没有 目前还在标准的扩张格局 这个是要回过头来看 那从制造端来看 我们毕竟从红灯 进入到了黄红灯的紧急信号灯 从当时的38分下滑到了35分 其中有2分的减少来自于海关出口值 1分的减少来自于工业生产指数 那事实上基本上国发会在发布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了 海关出口值的下滑跟2天的台风天 由于全国的停班停课造成的影响 南部甚至这个延迟时间来得更长 有的停班停课停到3天 所以我们具体观察 海关出口值的下滑如果是台风影响 那8月份很有可能就会陆续的补回来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 具体的出口值 这波7月份是高达399.4亿 甚至比6月份的399亿还要来得高 所以老实说你也不会觉得 7月份的景气比6月份还要来得差吧 只是年增幅稍微有所递还而已 事实上进口值仍然还保持16.2%的扩张格局 代表进口金额没有减少 出口金额要能够快速缩载 几率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即便我们从景气对色信号灯来看 04年和10年21年都曾经出现过红灯 21年是红灯高涨动化 10年是红灯和黄红灯持续交错 04年是一颗红灯而已 但事实上不管你怎么进行对照 你都会发现你像是04年 即便红灯出现的时候进入到黄红灯 股价早就已经修正完毕 而2010年红黄灯的持续交错 则是导致股票市场长期的不断走高 换句话说现在要断言 库存循环已经正式结束 我个人认为是为时过早 加上美国终端市场的部分 现在来看 在现在公布的二季度GDP 甚至调升到了3% 三四季度预估也会在2%以上 就说明着经济衰退 说实在的不太可能在今年到来 就人家一年上半年出现的几率 都不是特别高 换句话说 现在所有的基本面数据 似乎都暗示着软着陆的几率 是越来越高的 这也佐证着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行情 似乎当前市场的不信任 反而成为了最后一股股票市场 多头方向的确认 事实上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 本轮随着道琼指数的创高 费城半导体指数 或者纳斯达克指数的下方盘旋 它就意味着市场新一轮的资金 其实并没有完全撤离股票市场 而是更多的往防御性资产来进行布建 反而这个时候 如果半导体类股或者科技类股 有更进一步下修的空间 最好是修正到8月初的水准 反而有更进一步的弯腰减钻石的时机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第一从基本面来看 景气是否来到尽头 不管是现在来到尽头 还是说今年年底 看起来都没有来到尽头的迹象 那第二件事情 是现在我们所看到 部分领先指标 或者景气指标的拐点出现 很有可能 只是由于进入到高原期 在高档尝试的盘旋震荡 那第三点 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领先指标 是持续在创下历史新高当中 而且本人的反弹 其实更为过去几个月 来得更为健康 它是均衡式反弹 并不是只有锁定在AI上游端 甚至连终端市场 甚至连传产业 都有开始陆续复苏的感觉 最重要的一点是 至少现在不是全面乐观 如果随着景气指标 进入到高档区间 甚至开始拐头下弯 但是市场还是乐观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担心 非理性烦荣的出现 因为这个时候市场 已经不相信基本面 只相信景气永远只会变得更好 这个时候风险才是最大的 所以在市场上 现在针对软着陆和硬着陆 显著的分歧 加上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基本面的指标 以及市场上的恐慌性的卖压 或者我们讲说 这种场外资金的浓厚 基本都佐证着 至少现在并不是极度贪婪时刻 所以最好的方式 还是待在市场当中 就算要离场 你也先等到大家贪婪了再说 只不过当大家贪婪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许你就不想离场了 这个就是人性 所以给投资朋友 做得更进一步的参考 如果想要我们节目 就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浩角 再相见拜拜 本节目所推荐商品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财经济 我们下期财经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